500万人离开武汉 大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流入湖北县市 1月27日26日晚 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网控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 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 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 目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 还有900万人留在城里 武汉九省通渠 作为人口流入大势 春节期间学生返乡 外地入汉务工人员离汉返乡过年 是很普遍的事情 由于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至于500多万人离开武汉的数字 引起了网友们的大震动和担忧 这500多万人都去了哪里呢 大数据给我们一些参考 也为疫情防控提供了一些重点关注的地区提醒 2020年1月23日10点起 武汉全市城市公交 地铁轮路 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在23日10时 武汉封城前10天 从百度迁徙大数据提供的武汉迁出人口数据显示 大量迁出人口流往湖北其他的县市地区 武汉迁出人口在22日达到顶峰 从百度迁徙大数据提供的信息来看 1月10日至1月23日上午10时 从城市围路来看 武汉迁出人口流向目的地 排名前10均是湖北省内城市 其中校感黄刚是接受武汉返乡客流比较高的两个城市 日均占比高达13%以上 其次是荆州、咸宁、襄阳等地 日均占比也达4%以上 另外湖北以外的城市方面 从武汉前往信仰、重庆、长沙、岳阳、安庆、北京等人群也比较高